Hello 我是阿江 今天要讲一个是个五年才敢讲的真实故事 发生在2015年我创业之前 当时我傻乎乎的正准备创业 为了要降低我一年后就聚聚的风险 于是我拜访了很多的朋友还有长辈 学点东西取点金 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大学学长 他长期在中国工作 那做食品贸易两岸的生意 我得知他有一阵子回来台湾 我就拎着两袋我们家自己种的黄金果 跑到彰化去找拿取金 他看到我跟我说 哇 看你这么有诚意啊 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做生意 于是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台中的仓库 那个仓库是铁皮屋盖的 一共有两层全部堆满着他代工的食品 于是他跟我说 这个食品在台湾跟在中国都非常的畅销 为什么呢 因为吃了就会拉 这是女孩子的必需品 很多小女孩都天真的以为拉了就会瘦 拉等于瘦 搞不好以目前的你也是这么的认为 我好奇的看一下营养标识 果不其然有加番茄干 这东西是蟹药成分吃了当然会拉 不过我学长严肃的指振 这是食品哦 我加梅子或是橄榄为主要原料便宜 再撒点糖粉好吃 最后再加一点番茄干 不管是腊肠素果食 或是阿伯乐等等的 随便啦反正会拉就好 这样完美的产品就诞生了 便宜好吃会拉 完全郑重女孩子的下滑 而且还用直销的方式在卖 这人不畅销吗 什么 你说这样符合法规吗 你笨啦 当然符合啊 国家规定番茄干 每日不可以超过学的好客 我有超过吗 没有啊 学弟啊 这就是做生意 谢谢学长我懂了 回到2020年 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不过这件事情告诉我 我不能做什么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客人会问我 你的酵素会拉吗 你的益生菌会拉吗 而且他们认为啊 酵素就等于益生菌 永远搞不清楚 因为在台湾啊 有很多酵素跟益生菌的产品 有的都有添加细药的成分 吃了就会拉 让人家以为会拉的产品 都是一样的 而且啊现在是2020年了 厂商也是会进化的嘛 像是番茄干阿伯乐 这个眼睛的消费者就会发现嘛 所以现在都改为 它是医生会开给便秘的病人 或是拉不出来的小孩啊 这都很合理哦 不过我发现市场上 越来越多酵素或是益生菌 添加这种成分了 很聪明啊 因为它的名字很漂亮 你不会察觉的 它不叫泄药哦 它叫营养添加剂 我学长呢 基本现在人都在中国不在台湾了 那这件事情他可能已经忘记了吧 但是每逢过年过节 我们都还是会简讯问候一下 他生意一样火爆 毕竟好吃便宜会拉 会拉又等于瘦 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必需品啊 我啊虽然改变不了市场 但我可以改变看完影片的你 那我就知足了